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罗尔特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裂式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波罗尔特总统举行会谈 我热烈的欢迎总统女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和秘鲁有意是渊远流长的 中密友好深入人心 我听说不久前 秘鲁国会几乎全票通过决议 将每年2月1日确定为 中密友谊日 这充分体现了秘鲁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中华文明和印加文明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交相辉映 作为环太平洋重要新性市场国家 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国应该运用文明智慧 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 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指出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碧关系 愿同碧方夯实政治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促进文明互建 加强多边协作 推动中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碧方坚定相互支持 坚定不宜推进中碧友好合作 双方要充分发挥 两国政府间经济合作战略对话机制作用 统筹推进矿产 能源 制造业 农业等领域合作 拓展新能源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数字医疗等新兴领域合作 双方要共同努力 确保前开港如期建成 成为中拉之间的陆海新通道 中方愿同碧鲁 加强教育 文化 旅游 青年 媒体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指出 中方积极支持碧鲁办好今年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中方高度重视中拉关系发展 愿促进中拉整体合作 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布鲁尔特表示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碧鲁投资 碧鲁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的银商环境 1971年两国建交以来 碧鲁政府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碧鲁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碧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 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 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碧鲁共和国政府 2024年至2029年共同行动计划 以及经贸合作 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 检验检疫 新闻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宣布实质性完成自由贸易协定 升级谈判 冯王温室综合报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周年纪念大会28号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 提出新形势下 中国和各国弘扬五项原则精神的重要主张 他并宣布中方为推动全球南方合作 采取八项措施 包括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未来五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 一千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 提供十万个演修培训名额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 今年大会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 世界多国前政要专家学者 友好人士等600多位嘉宾应邀出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发表主旨讲话 全面总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贡献 指这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 树立了历史标杆 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提供了正确指导 也为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完善贡献了智慧 五项原则的出发点 就是维护弱小国家 在强权政治环境中的利益和诉求 旗帜鲜明反帝 反直 反霸 摒弃了穷兵独武 以强凌弱的 丛林法则 为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正家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70年后的今天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新挑战 中国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习近平指 这一理念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脉相承 都根植于亲人善灵奖姓修牧的中华传统文化 也都彰显出中国外交自信自立 坚持正义的精神风骨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 习近平还呼吁 各国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 特别是坚持主权平等 相互尊重 国家之间打交道 首先要把平等相待 互尊互信 摆在前面 要共同维护好 不干涉别国内政 这一黄金法则 共同反对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人 反对搞阵营对抗 和各种小圈子 反对强迫别国 选边战队 习近平还着重谈到 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 呼吁各国共同维护和平 坚持开放发展 完善全球治理 他并在会上宣布 中方推动全球南方合作的 八项具体举措 中方将设立 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未来五年 向全球南方国家 提供一千个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卓越奖学金名额 提供十万个 研修培训名额 并启动 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 习近平还表示 中方将同有官方 共同设立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三方合作示范中心 支持全球南方国家 经济发展 同时中方将在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蓄设南南 及三方合作基金 增加一千万美元 等值人民币捐款 用于支持 全球南方农业发展 中方愿同更多 全球南方国家 商谈自由贸易安排 他预计 从现在起至2030年 中国自发展中国家 累计进口额 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 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习近平在讲话的最后 也强调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同世界各国 友好合作 共同发展 他表示 中国正在谋划和实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 将会继续推动 制度性的开放 他最后强调 中国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 永远不会关上 凤凰卫视 小文 周明亮 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 28号 在纪念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 五宴上发表讲话 王毅强调 70年后的今天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不能削弱 只能加强 践行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没有完成时 需要各方 持续夯实 友好合作的基石 王毅表示 70年前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顺应了亚非拉民族 独立解放运动的潮流 当今处在 历史转折的关头 中方提出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新形式下 对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传承 时代要求各国 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实现和和共生 70年后的今天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不能削弱 只能加强 多边主义 不容动摇 必须坚守 国际关系民主化 不能倒退 唯有前进 王毅说 回首过去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从双边走向多边 如今 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需要世界 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 全球南方 要站在 历史潮流的前沿 中方会为 全球南方的 共同发展 注入更多的动力 让我们以开放合作 推动发展繁荣的热潮 倡导并推进 普惠包容的 经济全球化 让各国人民共享 发展成果 王毅强调 渐进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没有完成时 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正在进行中 需要各方 以相互尊重为基础 夯实友好合作的根基 各国要在 多极化的世界当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发挥应有的作用 凤凰卫视 霍伟伟 周明亮 北京报道 法国 缅甸 越南等多国 前政要 来华出席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 纪念活动 在欢迎午宴 致辞中 呼吁各国都要坚持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避免冲突升级 和平虽然来之不易 但是也需要 就救回公去追求 灭共中央原总书记 农德梦 致辞中说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是现代国际关系的 普遍共识 70年来 受到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可 为维护各国合法权益 维护国际关系 级别准则 做出了突出贡献 世界许多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推动 巩固和和平 稳定潮流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推动世界经济 政治秩序 朝着更加公平 合理 包容的方向发展 为和平 做出了贡献 缅甸前总统 登胜 在欢迎五彦 致辞说 虽然如今的世界 大部分国家 都享有和平共处 但是仍有一些国家 饱受战乱冲突之苦 呼吁所有国家 要落实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尤其是一些大国 一些国家 依然燃烧着战火 这是由于 某些政客 判断出现偏颇 心有仇恨 是非不分 除此之外 为了向小国 施加压力和影响 一阶大国 公然干涉 这些小国的内政 强加经济制裁 并且在幕后 支持反对组织 法国前总理 德威尔潘说 自己与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是同龄人 70年的经验 告诉自己 和平并非一世 而需要久久围攻 甚至有的时候 他任务兼职 却回报有限 然而 和平 必须要为之努力 致力于实现和平的人 都发现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即相互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 是可以打开 所有所的万能钥匙 巴西前总统 新开发银行行长 罗塞夫 埃塞俄比亚前总统 乌拉图 都呼吁各国 要坚持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维护全球的和平安营 才能保障人类的 长远发展 凤凰卫视 欧文伟中明亮 北京报道 中美关系的主轴 是交流还是竞争 中美两国专家 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发表 70周年纪念论坛上 展开争论 有学者认为 中美当前要管控分歧 要交流还是要竞争的问题 交给年轻一代 一个国家通过 一个长远管辖 无力打压 一个国家的经济 甚至对象 电动汽车 有利于一个商派 有目标实现的 要增加 增加100%的关税 这是竞争 还是合作 我认为 现在的努力 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 共建繁荣世界为主题 进行讨论的论坛 美方专家提出 中美关系应当是 竞争与交流共存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认为 竞争不应该成为 定义国际关系的用词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郑永年说 自己最担心的是 中美之间年轻人交流减少 现在在中国留学的 美国学生 只有几百人 这不利于中美交流 是竞争 还是交流 应该交给未来 我们是从冷战里面成长起来的 我们的记忆 跟这个年轻一代不一样 我觉得对美国的年轻人 他们出生下来 中国就是一个强国 中国也没做多少坏事 对吧 美国也没做多少好事 所以我是觉得 只要我们控制住自己的 不要violence 不要暴力 下一代人比我们聪明 更和平 凤凰卫视 霍维伟 周明亮 北京报道 出席和平共筹五乡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论坛的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赫迈克 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更替 将不会影响美国在华企业经营 自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100%关税后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 特朗普近日也表示 未来若当选 或将对中国商品 加征60%关税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 何迈克在出席和平共筹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论坛时 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 他表示 中美将会继续经贸合作 美国在华企业的经营 也不会受到影响 对于美国在华企业 对于美国在华企业期待会议出台相关政策提振市场信心 凤凰卫视独家采访 美国总统拜登28号继续进行竞选造势活动 并且公开承认自己在前一天的总统辩论当中表现不佳 而拜登在首轮美国总统辩论的灾难般表现 也引发了民主党内部更换总统候选人的呼声 美国纽约时报28号以编委会民意发布文章 呼吁争取连任的总统拜登退出竞选 拜登竞选团队28号坚决否认 拜登可能会退出竞选的传言 多位潜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也表示 民主党此时应该团结一致支持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28号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活动上 公开承认自己的口齿以及辩论能力不如从前 与27号在辩论中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拜登在面对支持者时慷慨激昂 并且把矛头对准特朗普称 特朗普在辩论中谎话连篇 道德沦丧 拜登指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是在特朗普摧毁美国民主与拜登捍卫美国民主之间做出选择 拜登表示虽然他的辩论表现不佳 但是他知道如何做好美国总统 如何把美国经济从疫情的深渊带到今天的水平 如何保卫世界的安全和自由 拜登还向选民做出保证 如果他不是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能够胜任美国总统的工作 他就不会再次参选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尼尔森公司初步的数据显示 2024美国大选首场电视辩论 吸引了4790万观众在电视上收看 对于两位参选人的表现 选民普遍认为不尽人意 不少民众指出 拜登和特朗普除了相互炮轰 他们的辩论并没有改变选票 拜登的表现令人失望 而特朗普则是谎话连天 在谈到两位参选人的表现时 言论举行地 摇摆州 佐治亚州 阿发瑞塔市的民众认为 拜登不如高龄 精神恍惚 无法连任总统 在谈到特朗普表现时 民众认为相较于老太隆重的拜登 特朗普表现得体 不过也指出他谎话连篇 并且回避了很多关键问题 这场辩论令各界失望 有商界人士表示 观看这场辩论是浪费时间 美国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社区 则渴望了解拜登和特朗普 对他们竖起了态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首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 国际媒体专家也有不同的解读 但有评论形容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拜登表现虚弱 是在全世界面前自我毁灭 而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特朗普咄咄逼人 则像是一场真人秀辩论中 谎话连篇 但也有媒体形容 新特朗普时代即将来临 世界各地媒体的专家 对于拜登和特朗普 在首场总统辩论中的表现 做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 对于拜登频频出现口误 结巴 跑题的状况 俄罗斯全球事务杂志指出 拜登未能证明 自己身体状况良好 足以领导国家 而且他的表现 似乎吓坏了他的支持者 印度媒体强调了 拜登的不稳定表现 和特朗普的侵略性 印度斯坦时报网站 一篇文章指出 拜登似乎很挣扎 甚至僵住了好几次 而特朗普则表现出 更多的侵略性 并利用了拜登的失误 而连番发炮 文章分析 这场辩论是一场高风险的对峙 将竞选的局势扭转过来 以色列资深国防分析师 本伊沙伊认为 特朗普现在已被视为 几乎肯定会在总统选举中 获胜的参选人 对于特朗普很可能 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有些以色列人高兴极了 巴西主要日报 圣保罗夜报也指出 特朗普在紧张的辩论中 将拜登逼入绝境 而拜登犹豫不决和困惑的表现 可能会从根本上 改变选举的局面 巴西分析师指出 拜登的辩论非常糟糕 他在美国公众 和全世界面前自毁了 格伦比亚时代报指出 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交流 充满了谩骂 侮辱和嘲笑 但很少提出建议 不过两人似乎都没能释除 人们对他们年事已高的担忧 土耳其自由报称 这场辩论对拜登来说 是一场灾难 学者伯拉托格鲁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拜登的表现 预示了新特朗普时代 即将到来 也有资深记者批评 两位美国参选人 谎话连篇和歪曲事实 人们想知道 美国选民还可以选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第14届总统选举投票 24号 28号结束 点票工作正在进行 伊朗选举委员会 29号表示 目前已经点算了 超过1200万张选票 结果显示改革派候选人 伊朗前卫生部长佩泽什基安 得票大概530万张 而保守派候选人 前首席和谈判代表贾利利 得票则约有480万张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得票则是有160万张 媒体预料没有候选人 能够在首轮的投票中 取得过半数支持 至于得票率最高的 两名候选人 很可能要在下个月 举行的第二轮投票 再决胜负 关于伊朗总统选举外界 预计这一次的大选投票率 可能达到50%以上 投票的过程 与以往又有哪些不同 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 发回的现场报道 在我前面的这个板上 全是候选人的编号 比如说佩泽是签安 他是22号 普尔木号马迪是33号 贾利利是44号 那么5号6号 因为扎卡尼 还有哈西米他们退出了 所以第7号是卡里巴夫 人们按照这个号数 来选到他们的选票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的人 他们都在排队等候 他们的证件也查验 那么在上一次的 议会选举当中 因为了鼓励人们的选举 选票 当时甚至是包括身份证 包括驾照 只要证明自己身份的人 都可以来投票 但这次总统选举 就相对严格一些 必须要拿到自己的身份证 和户口本 才能到这里来登记 或者自己的护照 才拿到这里才能登记 首先进行身份核实以后 他们会拿一张票 这个票就是他们的 这个选票 然后拿到选票 拿到选票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就在这里来进行登记 那么在这里选上 他们选票 然后按了指引以后 就投到这个投票箱里了 在这个投票箱 投票之后 他们的选票就结束了 因为投票 这次投票的人 只有四个人 所以相对来说 简单一些 也快速一些 那么因为这次 三个候选人 他们的票数都非常的接近 那么有可能会进行 第二轮的选举 也就是7月5号 进行第二轮的选举 以上就是李瑞在现场的报道 法国将在30号 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 首轮投票 总统马克龙所在的 复兴党巴黎党部主席 接受本台独家采访之际 强调 如果极右或极左翼 阵营赢得大选 国家将陷入危险和混乱的局面 他呼吁选民应该理性投票 做出正确的选择 法国将在6月30号和7月7号 举行两轮投票选举 组成新一届的国民议会 总统马克龙所在的 复兴党巴黎党部主席 希尔万·梅拉德 在议会解散前 曾担任议会 复兴党阵营的主席 现在, les français sont face à un choix qui est assez simple au fond c'est est-ce qu'on arrive à construire une majorité centrale autour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tour de Gabriel Attal élargi avec les gens responsables raisonnables ou bien ils choisissent les extrêmes l'extrême droite qu'on connaît parfaitement le programme extrêmement dangereuse partie raciste une partie xénophobe et puis une extrême gauche dont le bouquet émissaire encore on l'a plus le voir c'est le riche c'est le juif et qui au fond n'est pas prêt du tout à gouverner puisque c'est un un attelage hétéroclite bizarre de gens qui n'pens pas du tout pareil sauf garder leur place 希尔万·梅拉德 呼籲選民 应当理性投票 选择总统 马克龙所在的 中间派阵营 如果中间派阵营 获胜 他们将会致力于 提高其员工的工作收入 每年最多 可增加1万欧元 根据多家民交机构 最新的结果显示 极右派国民联盟 将在首轮投票之后 占据明显的领先优势 并会在7月7号 第二轮投票后 最终获得议会的 相对多数 甚至绝对多数的席位 而这也预示着 法国政坛 或将迎来历史性的事件 那就是极右势力 或将首次登上权力的舞台 凤凰卫视 金亮默也 江新 巴黎报道 法国提前 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在旅法华人群体当中 也引发了 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大多数人都表达了 对于极端势力 可能上台的担忧 认为会对法国社会 以及自身的利益 带来重大影响 法国总统马克龙 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重新举行选举的决定 在旅法华人群体中 引发广泛讨论 大多数人认为 如果极端势力 登上权力舞台 尤其是极右派 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 表面上似乎 对华人有吸引力 但实际上 这些排外政策 最终可能会将矛头 指向华人群体 你想极右势力 它是这样 比如说反移民了 比如说加强治安了 比如说解决经济 提高福利 甚至原来提到过 把退休年龄 从64要退回60 等这些鼓 我们说叫鼓惑人心的做法 看起来对华人 是挺有吸引力的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 非法移民政治下的受害者 但你想想 这些人身后 他们被反了以后 这才剩下的是谁 我们中国人 还有华人认为 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 他们的政策 都过于极端化 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 会产生不良影响 自己更倾向于 选择现任总统 马克龙所在的 中间派阵营 我觉得 就是极左和极右 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的政策的话 不是一个比较均衡 和平等的政策 所以我个人 本人来讲 还是比较倾向于中间的 与法华人针对这次议会选举的声音 体现出他们参与法国政治生活的意识 正在不断加强 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保护自身利益与发展的积极关切 凤凰卫视尽量末夜将新 巴黎报道 深中通道刷新了多项世界记录 是连接竹江口东西两岸大型的高速公路通道 深中通道筹备了七年 建设七年 工程拥有多项世界之最 而参与建设的工程师表示 深中通道工客多个制造难关 能参与其中非常荣幸 深中通道筹备七年 建设七年 工程拥有多项世界之最 世界最高通航近空的海中大桥 世界跨境最大的全离岸海中钢香梁选锁桥 世界上最高抗风等级钢香梁选锁桥 世界最大体量海中锚定 世界首例双向八车道 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 其中深中隧道是世界上最长 最宽的海底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 在隧道里面的18管节左右 安装了150米的天幕 海底隧道全长是6.8公里 那么为了让司机的驾驶体验更加舒适 有一段是有设计到一些图案 比如说蓝天白云等等 那么设计师说 没有设计特别复杂的影像 是防止司机分心 造成交通事故 工程师们表示 深中通道攻克了多个制造难关 能参与其中非常荣幸 随着国内的装备业 制造业 还有那种软件 还有称呼系统的一个进步 我们把这种系统 全部进入到我们的 尘管隧道施工里边 在隧道内部 设计师还设计了全彩智能灯带 如果发生事故 智能灯带会有一种应急模式 灯光系统和定位资讯也可以互通 隧道内部还有巡检机器人 用于观察沿线的交通运行情况 凤凰卫视张霄同虎之陈 中山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8号应询指出 台湾民进党当局 罔顾事实 恶意抹黑大陆方面发布的 依法惩治台独 顽固分子司法文件 借提升所谓旅游警示 进行政治操弄 是对台湾同胞赤裸裸的威胁恐吓 严重侵害台湾民众正当权益 迫害两岸的关系发展 针对台湾陆委会声称 因近期发生多起台湾民众 赴大陆遭非法扣押 留置 盘查等情形 大陆又发布关于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即日起提升赴大陆 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为成色 对此朱凤莲表示 民进党当局这套说法和行径 完全是对大陆污蔑抹黑 对台湾民众威胁恐吓的政治操弄 国台办强烈反对 朱凤莲指出 民进党当局捏造借口 欺骗岛内民众 阻挠两岸交流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完全违背岛内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主流民意 台湾民众来大陆旅游的 兴趣意愿强烈 岛内旅游业界也一直呼吁 民进党当局早日解除旅游团 来大陆旅游禁令 民进党当局不仅不回应民意 反而粗暴恐吓阻挠 台湾民众来大陆旅游 破坏两岸交流 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和 相关业者利益 剥夺各界民众出行自由 不得人心 朱凤莲说 国台班呼吁广大台湾同胞 看清民进党当局 损害民众利益的政治私心 欢迎和支持广大台湾同胞 参与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 正当权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28号的一份新闻稿当中宣布 美军26号在菲律宾海军行的 远瞻打击练习当中 成功地设设了一枚新型反接导弹 也击沉了一艘移动训练的目标层直 新闻稿中表示 隶属于美海军陆战队 第262增强轻转悬翼机中队第31 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 一架AHEZ魁蛇直升机 在演习当中发射了一枚 实弹AGM-179联合空对地导弹 在海上训练任务当中 击中了一艘被拖拽的 移动训练船 而新闻稿称 这种导弹是一种精确制导弹药 是用于应对高价值的静止 移动以及可重新定位的 陆地和海上目标 在冲突期间 这种导弹是可用于 保卫关键海上地形 抵御从装甲车到海上巡逻艇 等各种目标 美军认为 这次的远瞻打击成功 证明了第31海军陆战队远瞻部队 在海上实施精确打击 以及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的能力 那次韩连事29号的报道 梅日韩首次自由之任三边联合军演 将会在当天下午落幕 三国表示希望加强对朝鲜的威慑力 这次名为自由之任的联合军演 在几州以南公海举行 涵盖海陆空网等多个领域 重点是实反弹道导弹 反潜作战 防空作战 以及网络防御等训练 美国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 领先的美国第九航母战斗群 韩国西牙刘成龙号驱逐舰 日本伊士号直升机航母等参演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 三方加强了对朝鲜 核岛威胁的威慑和反应 朝中社29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第八届第十次全体会议 于6月28号在平常召开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出席 并主持全体会议 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形势 讨论决定朝鲜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发展局面中面临的 一系列重要问题 全会上的五项议程 经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体赞成通过 全会式例行会议可能会持续数天 不过此次会议是在朝鲜 刚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不久后的背景下进行 关于朝方是否会在会议中提出后续措施 也引发各界关注 今年是香港回归27周年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庆回归启动仪式上表示 事实已经证明 香港乘风破浪 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不断创出佳计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 郑彦雄也指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 不断助劳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水平保障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7周年启动仪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 过去一年香港完成两项重要政治工作 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通过与实施 以及新一届区议会正式运作 标志地区治理体系得以完善 事实证明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在国家的坚定支持 特区政府努力推进社会各界群职群力 市民分进拼拨下 香港一直乘风破浪 不断创出新天地 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履创夹击 他还提到 各区政府今年把庆回归主题 定为安心谋发展奋力创明天 联合不同机构 推出一系列庆祝及优惠活动 涵盖食 行 买 玩 多个方面 让市民共同享受回归气氛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郑彦雄 也在致辞中指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不断助劳 为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发展保障 高水平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国安才能感恩 国安才能家好 没有坚固的国家安全屏障 香港防荣稳定就无从谈起 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落地实施 香港自身有了更加持久安全的发展环境 世界各地的创业者 投资者 来港投资新业 也有了更加稳定的营商环境 他又指 伟大祖国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底气所在 祖国后盾对香港的支撑只会越来越强 中央停港汇港政策陆续有来 香港完全可以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6月28号 世界因你而美丽 2023-2024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在香港会展中心决行 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丁兆忠在内的多位杰出华人典范 登上了盛典舞台 接受全球华人喝彩 这也是华人盛典首次落地香港 28日晚 世界因你而美丽 2023-2024影响世界华人 盛典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致辞时表示 今年是盛典首次在香港举行 盛典是聚焦全球华人成就的平台 更成为了推进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 恭喜各位获奖的华人精英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自2007年开始举办 今年是第15届 是首次落户在香港举行 我首先热烈欢迎来到香港的各位杰出华人 你们的卓越能力和香港的非凡魅力 互相飞影 共同发挥对世界的贡献 李家超表示 今年的盛典有多位重量级香港代表获奖 足见香港是汇聚人才的宝地 华人盛典由凤凰卫视集团 联合海内外多家华语媒体机构发起 17年来 158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华人精英 先后登上华人盛典舞台 今年得奖者包括香港女探险家李乐施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兆忠 嘉华集团主席吕志和 演员作家林青霞 深圳科创学院发起人院长李泽香 演员汤为 丁兆忠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把大多数人的观点 推翻后才能向前走的 自己的科研过程同样如此 我在六七十年做过很多的实验 绝大多数的实验 都是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 原因是认为实验没有意义 或者实验不可能 结果证明他们都是错的 想借着这个机会 非常容易能拿到这个奖 谢谢各位 部华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薇在致辞时表示 华人盛典一路走来 持续聚焦影响世界的 杰出华人群体 以成为展现华人风采 凝聚华人力量的年度盛世 更是致敬中华文化 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平台 今年四月 凤凤华卫视香港台正式登陆香港免费电视平台 凤华的优质内容覆盖了香港所有传播平台 与香港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身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面对和平与战争 发展与危惧的矛盾 我们始终不曾忘却 尊重文化的价值 激励希望的坚守 我们期待通过盛典 通过凤凰 通过与全球华人和国际社会的更多连接 共同为传播中华文化 促进中外交流 建一封心 为建设美好的世界 出一封力 凤华卫视一如西文 香港报道 中午俄罗斯社交平台炒作乌克兰总统 泽列斯基的表述 已经制定了新的和平具体细节 而有关细节内容应该会在今年7月出台 这里就是顿巴斯的中线 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目前在前线的发动各类战略的战术行动之前 都要在记者身后的这些模拟的训练场进行一个模拟训练 以加强实战的战斗力 周五 顿巴斯前线继续聚焦在顿尼茨克北线的格尔洛夫卡市 当天一早 俄军队禁邻重镇 杰尔任斯克发起了出其不意的进攻警动 在杰尔任斯克左右两翼的特罗伊斯基和伊沃肖洛夫卡方下 也出现了俄军成建制的编队 周五 一些消息来源报道称 朝鲜正在派遣军队帮助俄罗斯 俄媒体评述这些信息 更像是炒作俄罗斯和朝鲜威胁的话题 俄媒体指出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在其最新报告中 收录了韩国电视台的一份报告 该报告称 俄朝可能会讨论派遣三到四个工兵旅抵达顿巴斯 平壤每年因此可以获得高达1.15亿美元的资金 莫斯科科里姆林公消息人士指出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并不完整 发布时会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朝鲜人是否会同意部队前往顿巴斯前线 这是值得质疑 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凤凰卫视卢语光 伊万·拉曼·乌拉特 对聂茨克的报道 英国哈利王子被指控才起诉 《太阳报》出版上的案件中 故意销毁潜在证据 伦敦高等法院法官现在要求他做出明确解释 英国王子哈利早前曾控诉《太阳报》 对他进行非法监视 侵犯了他的隐私 去年12月伦敦高等法院裁定 哈利是英国小报记者电话窃听 和其他非法信息收集行为的受害者 哈利因此获得了十几万英镑的赔偿 而现在距离判决结果公布六个多月后 英国小报《太阳报》所属的新闻集团 近日其律师指控哈利对法院提交的声明 严重不服实施真相 哈利在2023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备胎 新闻集团的律师对高等法院表示 哈利同代笔作者的通信 以及回忆录的草稿 全被哈利方面故意摧毁 英法院认为哈利此举并不寻常 要求他做出明确的解释 并裁定需要对哈利的笔记本电脑 短信和社交软件的信息 进行大面积的搜查 时间快度从2005年到2023年初 另外法官还命令王室的法律团队 写信给国王的私人秘书 财务主管和私人金库保管员 要求他们提交与哈利王子的所有通信记录 哈利的律师则表示 新闻集团是在针对哈利进行一场钓鱼式信息搜索 从2019年至今 哈利针对小报侵犯其隐私仪事 发起多起诉讼 哈利于2023年6月作为主要证人出庭受审 成为130年以来第一位在法庭上作证的英国王室高级成员 凤凰卫视徐亮 吴若铭 伦敦报道 感谢大臣凤凰五千专列 请持续锁定稍后的各界新闻